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 还真的就是马斯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马斯克监管着至少十几家公司 现在他监管或者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公司的市值 已经超过万亿美元 马斯克整个的这个商业版图 不仅仅是包括火箭飞船 人型机器人 快速交通超级环路 电车等等 包括现在直入人脑的这样的人机界面 等等都是马斯克在研究的范围 大到国防承包商 比如说SpaceX 不仅仅是有数十亿美元的太空任务政府合同 还有超过一亿美元的导弹跟踪卫星军事合同 而Starlink公司所组成的四千个卫星网络 现在是向乌克兰提供五角大陆在资助的服务 现在同时还有星顿等等等等 可以说是上到宇宙小到我们大脑里面可能会植入的相关的芯片 都与马斯克有关 不仅仅是互联网电网交通系统 外太空轨道 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还有能源供应等等等等 说到这些实际的东西 我们还想到马斯克现在对于我们整个言论空间有巨大的话语权 特别是自从他接掌了推特之后所引起的种种争议 这样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年轻的男子 有的时候却表现得像是个孩子 这个话还不是我们随便给的评判 而是马斯克的律师 在今年早些时候跟推特有关的这样的一起诉讼案件中 反复说他的客户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 媒体对他的评价也是如此 比如独立报在评价现在推特有马斯克掌管之后所出现的改变 说把推特卖给马斯克就像把一把上了糖的枪交给了一个还没有学会怎么走路的孩子 马斯克到底是谁 我们外界听到有关他很多的争议 有人给马斯克一个评价叫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这个评价最早出自谁之口呢 就是与马斯克离了婚又结婚结了婚又离婚的一任前任的妻子 他形容马斯克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人性的光芒 你看不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通透以及对于人性的终极关怀 有的时候脾气暴躁 同时对于手下人和身边人的冷酷无情 这一种叛变又显得是一个魔鬼 最近我特别读到了一本书 这是沃尔特艾萨克森所专写的一本有关于马斯克的新的传记 在这一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马斯克本身的成长的经历 对他建立商业帝国的各种各样的曲折往事 同时也对我们了解马斯克有更好的帮助 因此今天在《思想先驱报》这个环节中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艾萨克森所撰写的马斯克的一书 最重要的一些内容 其中可能涉及到马斯克童年成长 以及他从业经过的更多的内容 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对于马斯克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叫做有的时候伟大的创新者就是爱好风险的男孩子 还有后半句他们拒绝接受如何如厕的训练 他们可能是让人讨厌的 可能是十分鲁莽的 甚至有的时候是疯狂甚至是有毒的 他们疯狂到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而在这一本传记的最后作者还说 说对于一个现在只有52岁的人来说 地球上没有掌管核武器的人中 没有人比马斯克再有更多的权利了 言外之意 除了美国总统掌握着核武按钮 世界各国元首 还可能在发起世界战争上 比马斯克有更大的话语权 其他我们所生活的大大小小各个领域 恐怕马斯克的话语权都是十分大的 但是如果真的像外界对他的性格评价一样 一个没有接受过如厕训练 甚至还没有学会怎么走路的男孩子 掌控了这么大的权力 是不是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心骄傲 在我们介绍这一本书的主要内容之间 我先请何明先生讲一讲 你对马斯克是一个怎样的印象 我到最近为止没有看过马斯克的传记 我最开始的了解甚至还不是马斯克 而是这个特斯拉 我觉得奇怪 谁的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用特斯拉的名字来命名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是后面了解他 那他能够用特斯拉这个名字来命名 他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公司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可能是比较非凡的 后来果然他在很多方面的想象力是一个超级天才 这样一个超级天才能够成为世界首富 我觉得当主无愧 当主无愧 因为我们这些年见了太多的这种科学的创造者 有的人我也是非常的钦佩 比如说比尔盖茨 他的读书 他的思考 他对人道的关华 哪怕是有一些事情 后来发现 比如说他跟美国的政商界的某一些问题 但是那些事情我都觉得 有一点像书生 莫名其妙有时候被利用了 或者自己不小心占视了一样的 但是整体来讲 比尔盖茨是一个非常正判的 非常正面的 非常好学的 又非常的谦卑的 这么一个了不起的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之一 而剩下有很多 当然也是有各种层次的企业家 但是总是有一点被公关媒体所出色的这种形象 但是马斯克这样 最伟大的 最了不起的公关大师 也没办法跟他化妆 是因为他有上的表现就是非常直接的 像在纽约时报 在这次论则上的表现 那一个基本上有正常行为的 美国人都不会那么傻的 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粗暴 所以他的这种粗暴 他的内心的冲突 他个人的冲突 到底是什么根源 那大家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你刚才讲的这本书 也就是这个里面相当严肃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就先从马斯克的人生早期开始 马斯克实际上在学校里的时候 可以说并不很受同学的喜欢 那我们知道马斯克本身患有阿斯伯格症 早知他在与别人进行情感的交流 或者是叫正常沟通的时候 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在学校里面 实际上他经常受到同班同学的侮辱 并且经常被打 那么他本身的家庭也是充满了波折这样一个家庭 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了 当时因为各种各样机缘巧合的原因 他和自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但是随后的种种记录 显示他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 从个人的人格 以及教育孩子的方式都非常有问题的人 比如说他的父亲 不仅仅是经常对于马斯克进行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羞辱 同时也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比如他说如果南非没有白人的话 那黑人还在树上爬 就会直接说出这样的话 本身的这个道德上 也可以说是非常不符合社会伦理的 比如他和自己的两个妓女 同时生育有孩子等等等等 那么马斯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可以说既有他非常孤独痛苦的一面 但是同时那我们知道 马斯克长大的南非是种族隔离的南非 作为一个白人 他又与当时南非社会很多真正意义上的痛苦 是有距离的 就是这样一种既是特权又是既人篱下 又是很痛苦受委屈的这样的一种压抑和扭曲 似乎是形成了某一种矛盾 作为一个在南非长大的白人的孩子 他既有很多性格中由特权而产生的乖章的一面 同时他也知道痛苦 用传记作者的话说他也知道如何在痛苦中生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小马斯克就对外面的世界 或者是一个与自己真实的社会脱离的 这样的一个虚幻的世界 逃避的一种方式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那么在书中的介绍 马斯克从小就喜欢电子游戏 特别喜欢《龙语地下城》 《银河系漫游指南》 这些描述跟外太空 跟神奇世界跟鬼怪有关的 这一些动画书籍 以及各种各样的游戏 那么马斯克即使在今天 这一点仍然对于太空 对于人类生存 现有空间以外的认知 有很大的兴趣 他说我从小在看这些书 玩这些游戏的时候 就想到我们需要扩大意识的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提出 有关于答案的问题 更好的掌握 有关于宇宙到底是怎样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这可能是马斯克一生 他种种行为的一个基本的 我们叫做背景色或者是基调 那我们再说 这本书的作者艾萨克森 艾萨克森可以说是 现在还在世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之一 他之前曾经为乔布斯写传 他对科技非常感兴趣 他也对爱因斯坦写传 给达芬奇写传 以及对弗兰克林写传 所以他说 就是说他从他的角度了解世界巨教 世界科学名人 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这样的一些 与爱因斯坦 弗兰克林 以及乔布斯 这样的商界和科界名人相比的时候 马斯克到底展现了怎样的特点呢 用艾萨克森的话说 那一些疯狂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也许真的就改变了世界 就是有这样一种既有机缘巧合又疯狂性格所导致的一种野心和能力相结合的马斯克 我们先说马斯克的人生经历 他最开始是在比勒托利亚大学上学 但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 当时还有只有十七岁的一个马斯克还没有成年 他就离开了南非去了加拿大 实际上他受的大学教育是在安大略的女王大学读书 但是读书时间也不长 他是在安大略女王大学读了两年书之后就转学了 转学转到什么地方了 就转学到美国的宾大 他在宾大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和我还是半个同行 他有一个专业是经济学 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叫做物理学 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 叫做太阳能的重要性 不知道他对于新能源的兴趣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而从宾大毕业的马斯克随后又在硅谷实习 在硅谷实习的时候还报考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并且被斯坦福大学的材料科学系给录取了 但是他一直就没有去上学 当时正好是九十年代 那我们知道九十年代的硅谷 整个的互联网创业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因此马斯克也加入了互联网创业的浪潮 最开始他和他的弟弟还有他身边的几个小兄弟 用他父母的钱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Zip2 这一家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在线黄业公司 就是向报纸出售广告版面的服务 那这个行业何明先生你应该是非常了解 实际上中国的马云也是差不多 对对对 那么在1999年当时是整个的这个网络热潮 十分的实兴 马斯克当时是以三亿美元的价格 把自己这个初创的公司叫做Zip2 是拍卖给了当时的康博公司 可以说是挣得了自己的第一本金 那么挣得了这一笔钱之后 马斯克又进行了他第二次创业 他这一次创业什么呢 其实也跟马云差不多 要搞在线金融 他创造的这一家公司叫做X 就是现在推特的这个名字 而在200年的时候 他创办的这一家网上银行公司X 又被著名的彼得蒂尔 硅谷著名的投资人合并了 那彼得蒂尔自己的公司 Contranity和X就合并了 而这个新公司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PayPal 就是支付宝 还真的跟这个马云有一点相像 而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的eBay 都是马 都是马 在2002年的时候 EBay是以十五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PayPal 那这可以说是整个马斯克财富起家的顶点 因此我们说 不管是在线黄业公司 还是这个在线支付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斯克 还是架着整个硅谷互联网创业的浪潮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我们是看到他商业的成功 但是还不知道他到底对于整个世界有多大的想象力 而接下来的这一次创业就非常的不同 马斯克用这十五亿美元就创办了一家公司 现在我们已经都听说过了 叫做SpaceX 在创办了SpaceX这样的一家公司之后 两年之后 他又向特斯拉投资了六百五十万美元 成为了特斯拉的最大股东和董事长 因此有人可能想到特斯拉是马斯克创办的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特斯拉当时是一家电动汽车公司 但是当时是受到了很大的财务困难 马斯克实际上是以资金入主这样的一个方式 成为了特斯拉的实际控制人 那么这些故事可以说是马斯克早期积累财富的经历 但是要说到马斯克的争议 我们还要说他收购推特开始 在二零二二年十月的时候 当时马斯克是以四百四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推特 而根据埃萨克森在这一本书中介绍 大家当时都认为四百四十亿买这么个东西 你是不是太亏了 现在看来也的确是买的有点亏 而收购推特之后 马斯克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引起了非常多的非议 比如埃萨克森在书中就介绍 在收购了推特之后很快 马斯克和他的几个副手就开始梳理员工内部通信 还有员工他们社交媒体上所发贴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寻找谁对自己不忠诚 马斯克找自己的几个小马仔 在Twitter的slack存档中搜索一龙 搜索一些关键词 看一看谁偷偷在自己公司内部的这样一个沟通中 对于马斯克有不敬 最后是解雇了数十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对于马斯克进行嘲讽的员工 而这一些马斯克的小打手 在推特内部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名字 叫做火枪手 可能就是我们叫做保安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如果说这个叫做对于员工报复心非常重 引起了大家对于马斯克人品的很大怀疑 有的时候大家对于马斯克到底对技术懂不懂 也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那比如说在他收购推特之后不久的这个冬天 马斯克就对于在萨拉门托的一个数据设施进行了突袭 说把这里面的这个推特的数据中心 我们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了要削减成本 但是当时推特负硬件基础设施的相关的专家就告诉他 说我们进行这样的服务器和数据的转移 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确保安全无障碍 马斯克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简直就是拿着钱不干活 怎么能几个月的时间呢 一怒之下当天晚上马斯克就召集了自己的几个小妈仔 雇了几个搬运车 在平安夜当天就把这些服务器运走了 说拔电源就拔电源 结果果如推特安全团队所警告他的 当时平安夜推特是出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大中断 后来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没有遇到这样的结果 导致服务中断 那么听了马斯克这样的商业从业故事 我想请何明先生看一下 你觉得马斯克他的商业成功是不是幸运还是能力 他本人性格中所展现出的这一种缺陷 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怎样对马斯克进行一个比较综合的评价 成功的人物当然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 无论是他的幸运 还是聪明 贵人 机遇 我认为所有的因素都会成为他成功的原因 而失败者是任何一个因素都会成为他失败的因素 很难完全的确定 尤其像他这种超级的成功者 要扶持就更加艰难 我们实际上在谈这些事情 都有一点点八卦的味道 哪怕是这个专家作者像于年所讲 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但是越厉害的角色 他的主观色彩就越重 他就可能未必能够真实地反应 马斯克真正的先进 马斯克真正的历程 马斯克真正的经历的各种各种处置的过程 因为结果已经把他这个地方 他已经超级成功了 已经留下了很多荒谬的印记 让大家精进乐道 但是真实的马斯克到底是怎么样呢 有时候你还得直接去听马斯克他自己怎么表白的 而且还不能只听一次 那我们就要讲马斯克在各个场合的言论 真的是体现了他 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这样的一个性格 我们说魔鬼这一面 我们大家多少都有所耳闻 我们之前在华尔街论坛中 也为他介绍在纽约时报Dule Book 这样的一个商业峰会上 直接是口骂脏话 让人觉得整个的表现 是不是之前喝高了 或者是吃药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有的时候就更过分了 比如曾经和马斯克共同育有一子的音乐人 格莱姆斯 就曾经回忆到说他刚刚生下马斯克的这个小孩的时候 那么整个就是一个运气的妇女躺在这一罐不整 马斯克直接把他分娩时候的照片拍下来了 直接就和自己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甚至包括马斯克的这个兄弟和父亲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感觉到 完全是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一个基本的感受 那么当时格莱姆斯也是非常的生气 赶快让马斯克删掉照片 而当时马斯克则表现的是非常的迷茫 就是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样的生气 我拍下你分娩的照片 分享给我男性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也看到马斯克有的时候的确是对于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礼仪和分寸是缺乏一个了解 但是这本书中也曾经记述到他身边的人看到马斯克在2016年 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父亲仍然会手在抖 这一种恐惧对于自己童年时候伤害这一种记忆由深的情形 让人觉得他有一种人类本真的这样一种人性的表现 那么我们说他魔鬼的一面 再说让人觉得他智慧的一面 近期马斯克在接受Lex Freeman 这样一个播客节目主持人采访的时候 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 对于中国的工业进程 对于他对于推特的未来 以及他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可以说都提出了一些相当让人觉得有观察的一些想法 比如他就提到说到中国之后 为中国现在整个工业生产的效率而感到非常的吃惊 说中国既有非常多的聪明人 而这些聪明人又是十分努力的 他特别讲到现在整个在中国生产的高效 让他觉得十分的惊讶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比 也提到了中国工厂的工业化的水平 特别是对于机器化 以及流程化的水平 让他认为中国的工业生产有巨大的潜能 而在提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他也是引经据点 讲到了很多历史上两国大国之争 这样的规律和变化 让人觉得他的确是对于这些问题 有思考的一个人 而说到马斯克的政治主张 其实比较的复杂 或者说我们很难给他进行简单的归类 现在尽管是很多 自由派的这些人士 对于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的种种表现非常的不满 而马斯克自己也经常批评 说这些只顾政治正确的民主党人 是他最厌恶的人等等等等 马斯克自己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宣扬一些极右翼的阴谋论等等 但是在书中当作者真正与他对话的时候 马斯克所呈现的思考似乎又更近了一层 比如他一再说 说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共和党的粉丝 甚至直接说 说我认为前总统川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我对他有深深的蔑视 并且也说认为前总统川普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一个人 似乎又体现他的确对这个问题是有所思考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自己明确说我并不是拜登的支持者 他说呀 说如果是在二零二零年投票的时候 我呢可能会把票投给拜登 但是这一次就不一定了 他当时呢其实也并没有投票 因为我的因为马斯克的选票是注册在加州 他就说如果我去投票的话 反正我又改变不了加州 因此呢也对于整个结果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他对拜登的印象也非常的有趣 据马斯克向埃萨克森回忆啊 说还是在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当时在旧金山的时候 我有一次机会和拜登时任副总统共进午餐 而当时啊 拜登是叙叙叨叨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简直是无聊透顶 再形容拜登的性格的时候 他说啊 说拜登当时就像一个玩偶一样 你拉绳子一下 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那几句不过脑子的话 那我们就看啊 他既不是民主党的崇拜者 也不是共和党的崇拜者 他的这个政治官谱啊 就比较的奇怪 而他在批评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统的时候呢 有毫不留情 也体现了他本人性格的一些特点 当然了 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比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 马斯克对于未来的商业的看法 这一点啊 也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马斯克其实在开始涉足AI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三个目标 认为AI未来一段时间要完成的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是什么 第一是能够自动编写代码 就是把很多我们叫做信息工程的基础设施这一部分完全解决 第二就是经过训练可以保持政治中立 真正让媒体和话语空间形成某一种去意识形态化 并且由AI来实现 第三呢就是AI能够具有某一些推理和追求真相的功能 就是对于AI的事实查证也是十分重要的 而马斯克认为一旦可以进行编程 可以参与创造 可以聊天进行政治中立的表述 可以推理并且追求真相 那么AI就可以让我们放心的交给他一些重大的任务 比如制造未来一代的武器 制造未来的火箭发射机等等等等 那么关于马斯克对于AI未来的这个看法 的确是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何明先生 与你对AI的构想是不是相符 我觉得基本差不多吧 我也没有想到他对这个事情的 这种 就是说他马斯克他是一个 某一些方面你说他幼稚或者是不是人家烟火唐突吧 并不一定是他扭曲性格的一个表现 而很有可能他的人生中间 他就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他没有体验过这些问题 他没有对这个事情有真正的分寸感 他更多的事情就是他在思考他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他才会有真正的超越的这个想象 你比较他讲的这个媒体的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年也是有很多的困惑 有很多的很多人都在努力 很多努力是比如说建立一个什么 纽约时报早些年吧 十几年二十年前出了这个很大的丑闻 有一个记者写的多数虚假的报道 纽约时报还一直跟他登出来 后来开出这个记者之后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边外的边省这样的人物 后来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 我们就看到有什么专业审查 事实审查 我对这些事实的审查 讲老实话我基本上都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觉得不仅是这些人本身是大有很深的偏见 而且这种方式太笨了 我一直在追究和相信就是说 只有真正的最大化的提供这个数据作为基础的分析 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更符合事实的这种数据结果 当这种结果呈现出来之后 再告诉大家的东西 那才是真正超越了所有的人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基础 这些东西的思考 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想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今天才知道马斯克在这样的一种思考 他实际上也是借助这个数据的力量 才能真正超越现实的 比如说财团 比如说政治啊 比如说宗教啊 或者是各样的这个偏见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陷入到所谓的极左和极右的这种宣误中间 我都是很厌恶的 其实对我来讲 无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 不能说他们的很多的主张和价值都是一无所持 一无所持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两个极端的这种恶劣的表现 在我看以来都是非常恶心的 他们的恶心都是把对方要彻底搞垮 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像马斯克说 首先AI具有能力 第二呢 AI具有政治中立的某一些特征 第三呢 AI又具有寻求真理的某一些特征 或许可以真的帮助我们解决 现在的AI实际上OpenAI GPT就已经表现出这些特征了 但是仍然还有进一步前进 那是是是是是 那么我们在今天啊 因为节目中不可能详细的介绍这一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再讲马斯克的一个主要的商业哲学 再请和平先生做简单的提炼 那么这个马斯克他自己啊 总结说我的哲学就是算法哲学 这是他反复与他的员工所提及的话 哎 他的这个算法哲学啊有五个步骤 他认为一切公司如果走向成功 就必须要经历这五个步骤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叫做质疑需求 这个事儿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做 要不要花这么多的资源 第二呢 就是删除部件或者是过程 把这些不需要的臃肿的浪费的部分全部去掉 第三呢叫做简化和优化 简化和优化就是 原本一些我们叫做三步的能不能合并成一步 原本的先做A再做B 是不是先做B再做A 反而效率更高 而第四呢叫做加速 最后一个叫做自动化 而马斯克自己形容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是每一个人不用经过自己的思考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整个设计合理的系统中 这样顺利的运行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啊 那马斯克的这个五步上一周旧 你是不是同意了 我同意这个算法 算法在中国里面是得到了极度的劣质表现 也在西方的系统里面得到了极致化的表现 那是通过算法来掌握你的趋向 然后通过这种算法来对你进行这个控制 这个叫劣质化的表现 但是我不知道啊 这个马斯克的算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的算法实际上是 既然可以算法 那么就可以了 利用数据的本身应该是走向更加专业 应该是更加可信 应该是更符合每个人最终利益的所在 但是 马斯克如果他的想法 刚才跟你讲的这个AR的程度 如果AR的想象是一致的话 我认为他的算法和现在这种劣质化的算法 是不一样的哲学 最后从公司的管理来讲 他始终强调的是一种程序化 当程序化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为自动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基础 因为你首先事情不程序化 你其实就 就过度的依赖 这个 个人的本身 当依赖 当事情确定到人的本身的时候 他的这个不确定性就反而增加了 当然如果是这个事情最近走向程序化的时候 人在这个里面 它真的就是一个程序的一部分 其实换水 在这个里面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这就是追求一个国家的一个卓越的基础 一个卓越的基础 但是过去这些 你无论是卓家也好 我们的观众也好 比较欣赏的是 就是某一顿非城序化的东西 好 谢谢可民先生分享思考 当然 马斯克在整本书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还是他回忆自己在 特斯拉早期的时候面临的一系列困境 我们知道当时特斯拉是基本上离关门倒闭 就差一步之遥 各种各样的做空公司 几乎是每天都在做空特斯拉的股票 他说这些就像吸血的毒虫一样 每天盯在我的脖子上 他说那段时间 我是每一天都为生存而战 时时刻刻是处于叫肾上腺素分泌的这种模式 整个人感觉就是每一天都是生死攸关 每一天都是生死攸关 但是马斯克说回头而看 只有在那一种压力之下 我才找到了目标 现在当我已经不再处于生死攸关的模式的时候 每天有动力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电视机前可能还在创业 或者是不知道过去几年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导致生意或者是您的事业 受到一些挫折的朋友们共勉 有的时候可能在压力下 我们能产生更多的动力 或许未来成功的转机就在眼前 而这本书的详细内容以及购买链接 我们也会在节目下方的内容简介与您分享 这就是今天思想先据报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本新书 爱萨克森所专写的马斯克传记 希望对您有帮助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据报 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聊的是中国汽车有关的话题 近期我看到了一组行业分析师的预测数据 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说到这个十年的默契到二零二九年的时候 中国汽车会占到整个全球汽车生产市场多少呢 有三分之一还多一个国家 同时分析师也预计最大的市场的发展潜力是在欧洲 中国车厂在欧洲的凤额可能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三增长到百分之二十还多 这与我们传统中所想象欧洲汽车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世界之尊的地位 显然是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也看到近期整个世界汽车的这个格局 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动 比如德国著名的车企大众公司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是花了七亿美元来购买中国车企小鹏汽车百分之五的股份 那么当时的小鹏这样一家初创汽车当时还亏损的一塌糊涂 立刻市值就达到了140亿美元 大众汽车为什么要收购小鹏汽车的估值呢 是希望能够用小鹏的电动汽车的技术 帮助自己进一步的在通向新能源汽车中转折 和我们之前想的这个技术转移的方向正好是相反了 另外一家这个汽车公司叫蔚来 现在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打得非常的响 但是之前昨天一天我们还注意到 未来这样的一家销量相当大的车厂还在连年的亏损 据说未来现在卖出一辆车还要亏损三万五美元 那这个车厂是怎样活下来的呢 这里就要涉及到中国政府的补贴 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中也介绍 中国政府一直把新能源汽车作为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那么一个新产业如果能够生长起来需要政府的扶植 而未来那是得到了合肥地方政府的协助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鹏汽车 同样也是从武汉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关的协助 那么大众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宣布要在小鹏的这个政府协助的基地合肥 建立一所汽车研发中心 本来是在德国沃尔夫斯堡总部完成了研发工作 现在要在中国的合肥进行 那么未来情况更加特殊 我们知道未来现在是电动汽车领域重要的一家企业 它可以说是特斯拉在中国的一家有力的竞争对手 未来这个车厂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机器人和生产机械上投入非常的大 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看到的数字 未来生产出每年三十万台电动汽车电动机的这个车厂 其实只有三十位技术员工 而同时它的其他的所有的生产环节 基本都是以机器人的方式实现的 但是卖一辆车就亏三万五美元 这样的一个情况仍然也显示了未来未来可能面临的麻烦 为什么亏损这么多呢 跟整个中国国内电车市场的饱和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二0二0年的时候 当时未来的资金链几乎是断裂了 而地方政府呢是立即注资七十亿获得了百分之二十一的股份 而随后呢有国有银行又向未来受信一百多亿美元 现在呢未来可以说是在研发上走得相当之远 但是到底盈利目标能不能实现 我们还不知道 说到汽车产业再说到美国 近期我们记得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对于底特律三大车企联合罢工 而电动汽车恰好也是美国汽车工人进行罢工的核心 除了要加薪之外 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 我们现在工作 未来前景可能会受到自动化和技术化的影响 你们必须要保卫我们的工作 可以不受自动化和技术化的影响 和新能源冲击可能对于我们本身的生计造成的伤害 这的确是体现了美国的工人文化和中国的公司文化很大的不同点 再提到中国的电车 提到中美之间的电车竞争 我想请何明先生简要点评 你怎么看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不可思议的这种震惊 因为我们在西方也好 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也好 对中国的汽车工业发生到今天这种结果 大家事情都是不相信的 只有不可想象力 我们知道江泽民是做汽车出身的 在长春汽车制造厂 那么他的一些同事呢 我是认识他的同学一起到苏联去留学 后来一起到长春汽车制造厂 其中有意味的是把长春汽车制造厂 当时候制造的汽车送到北京 接受毛泽东的检约 那个时候是中共建政十周年 所谓叫辉煌十年 入个年之后 他住在我们家 我们就开始聊天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段故事 他说 其实当上他们送给毛泽东检约的车 只有外面的壳是中国的 里面的新都是来自于苏联 我们在中国都做过很多车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给人的感觉最好的车 就是日本车 如果单位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首先有科学家 有这些领导干部 如果有一个日本车 那是了不起的 一般停聚机干部做的车 基本上都是上海派车 再到后来 稍微有了一点钱 开始就是这些领导人 开始换欧洲的车 那你没有想到 在短短几年之内 中国居然要求 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的销售国 那我就说 都没有想到 可以说是几年之前 你讲这个事情 因为对中国的发展 两极化非常的严重 一判就把中国会捧得天高 认为中国是 简直是这个世界就被中国接管了 一般就认为了中国一塌糊涂 技术也是偷的 技术也是骗的 经费也是骗的 好像中国的科技基本就是在一个骗子中间 最近几天 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见到一些中国来的朋友 也是这么说 我都在 因为是在参作上 就是说这些朋友 而且是比较有 可以说是 专业性也好 为人也好 文化程度也好 地位也好 都是不是很低的人物 可以说是 但是对中国的那种 技术的那种鄙视 那种完全的就是认为是 你们这些海外的人 都是这个 当然就讲我了 你完全看错了 你完全搞不清楚 我都无话可说 难道中国的这个汽车这个行业 这种数据如果是来自于中国政府 我们还可以质疑一下 但是我们最开始得到这个数据 都是西方出来的 的确啊 但是我们也说啊 说中国的这个汽车 正如刚才和平先生所说啊 也不是说要把它捧的天高 的确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产能过剩 的确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 销量增长是十分的迅猛 但是销量增长的速度 是远远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这就导致啊 在整个中国国内出现了产能过剩 电动汽车的价格有的时候 比油车的价格还要低 可能在整个世界上这个绝无仅有啊 那么中国的这个汽车啊 能卖到这么低的价格 当然一方面是成本本身比较低 比如纽约时报近期有关于 中国电车的一篇文章报道啊 就说即使在上海这样 中国最昂贵的城市 汽车工人一年的薪水加津贴 大概是3万美元左右 在底特律啊 这样的一个城市 美国的汽车工人 年薪薪水加津贴要多少呢 要11万美元 而且现在工人联合会 已经谈判成了4年内 涨薪40%的合同啊 那这个成本简直就没有办法相比 而同样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汽车工人是 每周增加一天的带薪休假 相当于每周五天工作日里面 有一天他们是不工作拿薪水的 那这个成本一比 明显中国汽车成本低是有优势的 之前呢瑞银还特别 对于比亚迪的海豹电动车进行了拆解 结果发现呢品质相当啊 比这个车型 基本上是类似的一款车相比 整个比亚迪的生产成本 至少是要少百分之三十五 接下来啊 我们会讲到跟产能相产能过剩相关的问题 就是这些电车 未来在全球市场上到底怎么走 但是啊我们今天也特别提示大家一点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低 自动化程度高之外 整个中国的电车布局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垂直布局 不仅仅是生产电车在电池上下游各个产业链 现在都普遍有布局 电池这一方面我们不用说 那比如说比亚迪自己掌握了非常强大的电池生产技术 和民先生可能想不到的是 现在比亚迪很有可能要组成自己的第一支船队 船队干嘛呢 就是向海外市场来送比亚迪订单这些汽车 所以未来可能船队也要以比亚迪来命名 这还真的不是开玩笑 近期比亚迪已经向中国船厂订购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远洋汽车滚装船 随后比亚迪可能要用自己的船来送自己的车向海外市场输出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未来手机也是一样 这个上下游的渗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未来现在已经开始在发售自己的智能手机了 未来手机的特点是在这个手机的左边啊 专门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就像我们的车钥匙一样 完全是成为了自己电车生产线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是整个生产链 我们叫做垂直整合深度的体现 我们还有待而知 我们再回到生产产能过剩这个问题 彭博社最近呢有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讲的是中国这一些在国内内卷实在卷不下去的电车生产商 现在呢是卷到了国外卷到了哪里呢 在墨西哥 彭博商业周刊啊就介绍了这样一位墨西哥当地的人叫做罗夫莱多 他呀准备去买一辆皮卡车 结果啊当时就看准了一款汽车啊叫做Friesen T8 这个汽车在中国还有一个品牌的名字叫做江淮汽车 来自安徽 他一看呢来自安徽江淮集团的这一款皮卡的售价 比雪佛莱呀福特呀丰田的同类皮卡要便宜 而且便宜不是一点点哦 一辆车便宜了一万多美元 而同时啊这个车啊内部还给了你很多的加成 比如说高清的触摸瓶啊 真皮的内饰等等等等 还给你多加五年的质保 因此他说啊说啊那这样一笔 中国的这一款车的确是物超所值啊 于是就选择了江淮皮卡 他同时啊向彭博社的记者介绍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买中国车了 就在几个月前 他还买了一辆上汽旗下明觉汽车的一辆卡车 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到底有多么普遍呢 还真的是相当普遍 据墨西哥方面的数据显示啊 就在今年的前十个月 中国汽车在墨西哥的销量增长已经达到了二十一万辆 比去年同期一年之内已经上涨 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现在呀 中国汽车在北美已经有了立足点 但是这个北美不是在美国 而是在美国南部边境的墨西哥 这也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变化过程 据彭博商业周刊介绍 在二零一六年以来啊 这个墨西哥就突然出现了很多中国车厂 而在之前几乎找不到中国出口的汽车 现在呀 不管是总部在这个江苏安徽五湖的这个奇瑞汽车 还是比亚迪汽车电动汽车在墨西哥都可以找到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中国车厂进入墨西哥呢 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消费者大局转向了电动汽车 一方面是把中国的汽油车打得溃不成军 汽油车只能是销往国外 另外呀这一些电动汽车本身也在中国国内大大价格占 国内利润空间实在太小 这一些电动汽车品牌只能够出口海外 当然客观上而言啊 不管是疫情还是供应链的问题 可以说让整个汽车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都打得一团糟 客观上而言也让中国的奇瑞呀江淮呀上汽呀等等等等 能够以更加便宜低廉的价格打入墨西哥市场 那么根据来自彭博社的这一篇文章的介绍 现在在墨西哥呀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充电的基础设施和道路仍然很不健全 而现在中国电动汽车来到了墨西哥 还顺便把墨西哥整个的电动汽车充电和基建也带火了 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墨西哥现在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销售份额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点五 大多数都是中国这个数字啊可能要超过美国和欧洲很多地方和国家 结果最先实现电动车普及的如果是墨西哥而不是美国 这不是华天价值打极了吗 产能过上反而是让中国企业在海外更多的探索 国内内卷卷得太厉害干脆我们一路卷到了墨西哥 关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看和您先生 非常好玩非常好玩 我在十来年以前还是七八年以前 我曾经讲过一次关于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 其中我就提出了一个后来我并不想讲的一个词 叫中国式病毒 之所以后来不讲是因为疫情把这个病毒 我过分的政治化对中国人也好这个群体不利 但是那个时候我提的一个中国式病毒 就是讲的中国这种商业文化这种政治文化 我不认为美国即算是遇到了感觉到了中国的威胁 未来是那么好对付的 我还专门拿了一张和二张德国的例子 日本的例子来进行这个比较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中国的这样一种竞争的这种文化的特征 其实我最开始发现是去寻找一些历史的记忆所产生的 当我在旧金山发现那些这个岛上一些中文的诗歌 当时候是攻击美国 美国的海关把他们这个阻拦或者是关押在这个岛上 后来美国的总统阿巴马还专门写了一封道歉信 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错误 即使历史的真相比阿巴马 或者是比那些中国人所表现的要复杂很多 就是说中国人确实是有偷鸡摸搞的行为 虚假的行为 冒称成为原来的旧金山的这样一些亲戚关系 然后进入了这个美国 其实他们进入了美国之后 有他们的勤奋 有他们的努力 这没问题 中国人的勤奋和努力没问题 但是他们对当时候的美国的某一些商业文化产生了一些 或者是企业文化产生了一些冲击 那个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次中国有一些工人 大概几十位还是十几位 一下子就被别的族裔给杀掉了 被杀掉了 那么当时候清朝政府在美国还有官员 然后美国还马上进行了调查 那么这个事情就引起了我当时候特别的注意 原来这个发现很简单 就是干苦力活 中国人就宁愿取非常低的工钱的要求 从来使极大的作业人感觉到 你把这个正常范范给抢掉了 在我后来就慢慢开始发现 加拿大的平权法 美国的扒发法案 包括我后来发现一百多年以前的 墨西哥的扒发法案 把整个扒发法案 把整个一个城市的中国人几乎杀光了 其实都是基于中国人的特殊的竞争的 这种手段和文化 你可以说它是勤奋 但是它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手段 在今天得到了极致性的反应 中国的汽车工业 中国的这种新型技术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如果说是从政府制作的角度来讲 这些新型的技术 没有政府的制作 是往往很难发展起来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产业 这不是中国汽车崛起的根本原因 汽车崛起的中国人 真正的原因是 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 它作为一个管理者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它就是有某一种特性 这种特性就是 我为了占领市场 我宁愿让自己牺牲 它完全不考虑 这个当时候眼睛的利益 它就考虑到 我把你搞死 为了市场就是我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 无形中间 索出了中国的 这个电动汽车和新产业的一个特征 生意做得很大 剩的钱并不是那么多 你像美国 你刚才其实讲的一些 非常本质性的原因 比如说美国的电动汽车 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原因非常简单 这太过意了 对吧 一个 一个普通的电动汽车 比这个豪华的车还要贵 那你价钱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 保护自己的这个产业 另外就是还一些其他的政治正确 结果未来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个里面有很多层次 其中一个层次也是早几天我开始在想 我又别搞了半天 就跟这个重玩 重现当年的手机现象 手机现象如果注意的话 当中国的农民已经在这个田上 拿手机跟家里人讲话的时候 美国的很多地方几乎都不用手机 到了这种地步 那美国是倡导电动汽车 倡导新科技的国家 欧洲更是 对吧 那结果真正器材出来的时候 欧洲的电动化的程度 美国的电动化程度 弄得不好 还不如来发展中国家 刚才和明先生讲到 中国的这一种生产文化和创新文化 和我们美国的生产文化和创新文化 是有不同的 也提到了欧洲现在的发展状况 我们在这个环节就稍事休息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就是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生产文化 以及为什么现在中国和美国在进行科技竞争的时候 欧洲人却是一生长叹 我们已经被这两个国家落在了后面 以上就是本一段思想先驱报的主要内容 为大家介绍了中国电动汽车的崛起 以及产能过剩 带来的出其不意的后果 希望您喜欢 谢谢 这个近期我们不断提到电车 提到电车也会谈到欧洲重监管 美国重底层创新科研和技术 而中国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和卷文化 或者叫做竞争文化 现在也是让世界吓了一跳 到底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个创新文化有怎样的差别 在面对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谁能够一军突起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 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观察文章 这个作者是欧洲一位科技企业的从业人士以及分析专家 作者在开篇就写到 实际上我们看整个十八世纪 中国不管是在预期寿命教育水平 十字率还有国内生产总值方面 几乎都是和英国不相上下的 技术方面经常处于领先 甚至是完全超越西方的地方 那一提中国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等等等都起源于中国 几个世纪之后才传到了欧洲 很多中国科学家就认为说中国错过十九世纪 改变欧洲的工业革命可能是中国科系落后 之后几个世纪被世界甩在身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的确工业革命在现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关键的事件之一 工业革命技术开发实际上叫革命和革命还真的关系不大 理论上来讲工业革命所指的是一个新的产业的产生 或者是出现变革性的变化 但是当科技史学家反过来去看工业革命 前后的技术变化的时候发现这一场革命往往涉及到的是改变 或者是组合现有的技术本身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中国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这个科研研发的途径 一个特点就是往往是经验性的试错缺乏对于各个领域不同技术的整合 技术含量比较的低 因此被认为可能是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学思维的出现 让大家对于整个世界的了解方式都产生了进一步的深化 发明家的想象空间更多的深度的创新也应运而生了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研究已经和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大有不同了 当欧洲从工业革命中受益的时候 中国很多的行业还在依靠传统的经验和比较单点化的这样的一个进度的方式 导致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差距 但是现在欧洲却要反驳来想 为什么欧洲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似乎正在科技前沿竞争 而我们的欧洲却被落在后面了 在一个世纪前欧洲还是全世界的创新强国 但是当我们现在看不管是基因组还是量子计算 还是人工智能这样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叫做深度科技或者是前沿科技的领域的时候 欧洲似乎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远远落后于中国 最新成立的这一些我们叫做真实科技公司或者叫做深度技术公司 有一半以上都在美国 而整个二零二二年 美国私营资本在深度技术领域投资是达到了五百多亿美元 而整个欧洲在深度技术投资的领域只有二百多亿美元的投资 也就是连美国的一半还不到 在现在时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 风险投资公司在美国的初创企业投资是超过了四百亿美元 在整个欧洲只有不到一百亿欧元 中国现在也在迎头赶上啊 不管是自主移动生成是人工智能还是核聚变领域 虽然没有美国这样强大的私营资本 但是有庞大的国内的资本体系支持 以及国家战略国家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和投资 在今年十月的时候欧洲航天局聘请SpaceX的公司 在二零二四年发射加利略卫星 当时这个消息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欧空局自己的火箭发射已经是推迟了一次又一次 结果欧洲要找到美国一家公司老板 刚才我们介绍到的马斯克来为自己发射卫星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资金问题 欧洲的整个太空技术巨大的资金缺口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因此必须要求助于马斯克这样一家私营的公司来帮助自己 这的确是天大的讽刺 中国政府每年对于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支持总额是多少呢 一百二十亿美元 美国的国家航空局和国防部每年支持总额是多少呢 六百多亿美元 比中国这个数字要高五六倍还多 而欧洲是多少呢 预算只有不到七十亿欧元 的确在资金投入上已经远远落在了中国和美国的后面 欧洲人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 认为科学就是科学 科学一旦有用 自动就会转化成创新 创新自动就会转化成生产力 但是在作者看来 你单靠科学来进行转化成生产力还远远不够 重要的还是要有资本 还要有国家力量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推动 而在这一方面 现在欧洲已经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之后 在欧洲 特别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 尽管有非常强大的学术研究网络 但是工业家工程师企业家公众 往往和这个科研是完全脱节的 实用技术领域的研究往往非常的不够 深层次的把科学转化成颠覆性科研实际应用的能力 也远远不够 因此在前沿的深度科技革命中 反而欧洲被落在了身后 当然一方面是缺乏企业和科技之间的有效合作 另外一方面 欧洲的投资者和监管大型基金的机构 往往更注重的是规避风险 这也是欧洲独特的监管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在美国养老基金中有相当一部分 都要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分配 如果是在华盛顿的这些政府的公务员的养老基金中 大概是有百分之三十的资金是要分配给私募股权的 而在德国 如果我们看到公务员的养老基金 它完全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投资 但是我们知道风险和回报是成正比的 针对新兴技术 如果没有更多投机性的资金进来 很有可能很难以支撑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 那么对于这一篇文章介绍的欧洲现在老大帝国处于衰落的境地 何明先生你是不是同意 这篇好文章好文章 这篇文章让我都是神思辉扬 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和任何社会的发展和它最需要的是什么 驱动力 驱动力之所以能够产生 那么就是你有强烈的现实的压力 欧洲当时的科技的发展主要是两个力量 第一个是宗教 宗教它是因为要离上帝更近 让更多人来信封成为它的信徒 所以那个时候就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 不能去劳动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降低劳动的强度 来有时间来念经 不叫念经 叫什么 就是说来读这些宗教的文件或者是书吧 剧作吧 对吧 上教会 所以你就需要取代劳动力的工具 或者你要传放这些人来到教会或者是知道什么事情 你也需要一些机器来代替它 因为所谓工业化过程中间就是机械化的过程 就是用别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体力 简单的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房子越高越高 很高的塔楼 那就是因为需要放一灯 一个敲针 让很远的农民都可以听到 我们要集体什么活动了 对吧 然后比如说让水车转动 这样的话就是降低那个稻钩生产粮食化的过程 这是宗教在科技革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 我们知道这种宗教 而且在一种非常狭隘的城邦的事件里面 它的需求量就更大一些 第二个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当欧洲自己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 住在一起是降低成本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某一些活动 它可能就开始走向比较规模化 因为当人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人就可以某些分工 分工就为未来的机极化 就带来了一个基础 比如说英国 要找到能源 比如说煤 比如说提高仿制 那么大家就发现可以分工 这个时候他就会自然就说 有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大家集中在一起才发现 这个方式是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取代的 不需要那么多人 这就是当上欧洲的一个巨大的驱动力 那反过来看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的中国大不同 人人非常的分散 他发现 人们不需要发明什么东西 因为有足够的劳动力 对吧 也有风力或者是水力 来辅助你做一些工作 无非是梨田的时候 有一个不完全是人背的东西 用一个所谓的有一点半机械化的这种梨 来辅助你来增加这个动物 叫树立 树木的树立和人力之间的一个桥梁 他就是这么一些工具而已 他并不需要去驱动去降低这个体力很多 因为他太过于分散 而且他为什么会过于分散 那个原因 他是小农化 他如果真的形成了巨大的地址 巨大的农场 他就可能会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的需求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块地 都有什么一毛三分地 那你就没有必要提高劳动力的需求 所以这就是17世纪吧 应该是17世纪 当欧洲的工业开始慢慢茫芽的时候 中国人没有那个需求 而欧洲开始有了 尤其是英国 再加上他们的海盗行为 到全世界去搞殖民 也给了他一个驱动力 怎么样这个船有更快的速度 有更好的润卷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驱动力来的 而这些工业慢慢产生之后 培养了一个伟大的欧洲 这个欧洲就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 一个机械化的过程中间 虽然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冲突 但是最终呢 就熬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这也是欧洲的一个命运 他瞎打仗打了这么多年 这真的都是胡搞 对吧 冲突 宗教 语言 结果欧洲变成一个就是 都是小国 都是个小国 没有想到新的一次技术革命 遇到的之前的技术革命的一个本质的不同 就是全球化了 好 那么有关于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竞争文化 其实今天我们这么短的时间也聊不完 聊不完 很好的题材 对 未来呀 或许我们详细的聊 那么聊到欧洲又不是一个大欧洲 中间还有各个不同的国家 文化上有很多的差异 没什么意义呀 你说我那小朋友的小孩等六种语言 七种语言 我说你不是神经病吗 各种语言都差不多 等下你说你一种语言不是可以了吗 随便一过去不小心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这也是另外一个特点 说语言可以说六七种 但是真正面对一个市场的时候 分成六七个市场 那可是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和障碍 这个话题啊 我们今天到这里啊 暂时打住 未来还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会 谢谢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www.66.word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 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 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 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d尝试吧